我不忘台本来 怎么了 台本来 怎么了 我不忘台本来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又失恋了 又失业了 换你礼不散啊 我叫丁亦可 出生之前 我爸说 无论男女他都喜欢他 可结果生了我之后 他就说了一句 女孩也行吧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二十六岁 吴江经济学院毕业三年半 失业四个月 家里没有人得绝症 我也没有出过什么车祸 本来觉得 真人秀就是骗人的 可他们跟我说 进了复赛 就能拿到两千块的通告费 于是我就来了 我是石头还是钻石 得取决赢 您比我多少工资啊 你说你之前是被裁员的 除了具体原因吧 是工作能力不够 还是无法适应工作强度 我以前那公司 就在微软隔壁 那个地方 所有员工 没有一个不是业界牛人 后来微软关闭了手机业务 突然一下子 裁掉了好几千人 那么您告诉我 是他们业务能力不行呢 还是不愿意加班呢 你刚才说你毕业才三年半 为什么你的履历上写着 工作有五年经验 我每天加班四到六个小时 节假如休 用小学处就算出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无险一进加班工资 难道跟您他梦想吗 贵公司高管一年离职率 在百分之三十七点八五 您让我先奋斗三年再说 可三年之后 没准 您早就走人了 恭喜并愈可 恭喜并愈可 谢谢 abra嘴 跟什么人聊聊 是 这 这 我 dan 也 得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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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不得不得不得不认劫的话 是 你 你 我讨厌 真是上